而且要 不能眨眼以外 而且要下來的時候準備的動作一定要準備好 不能太早下來 太早下來的時候會有期待的感覺 球場還沒有下來 會看不出來 太慢的話 丟的時候才下來 會看不出來 所以在講那個比賽的時候 投手 投心腳 自由腳開下來的時候就寫得到 在這邊一樣 那邊放球點 拿上來的時候就set下來 你們聽到 其他的兩個在這邊 你就先看他那邊 球放下來的時候你們在這邊學習 信選那個timing 蹲下來那個timing OK 聽了吧